哪些星座人再婚机率特别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板 再婚机会特别高的星座 为了要加重大家有上榜的机会 我们今天参考四颗星星 分别是太阳上升 还有金星以及火星 有四颗星星同时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孔康老师的金星跟火星 都是一个是射手座 一个是金牛座 我们的淑蓉姐呢 金星跟火星分别是狮子座 配上双子座 有四颗星星上榜 我相信大家中榜的机会比较高 到底呢再婚机率有谁上榜 来第三名呢 来恭喜的是水瓶座 没有没有 如果是水瓶座的朋友 再婚机会是特别高 那么演艺圈其实有蛮多水瓶座的朋友 他其实结婚以后 可能第一段感情不幸福 那么第二段感情就更加幸福了 对于水瓶座的朋友来讲 再婚这件事情 他们是重新开始有如新生 其实感情的这些风风雨雨 有可能是个性不和 或者是说在不对的时间 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或者说遇到在对的时间 遇到一个不对的人 整体来讲 对于水瓶座朋友来讲 他觉得说再次的进入婚姻 其实是一切重新的开始 他想要用心去经营一段新的感情 并且希望在新的感情当中 重新的去建立起幸福 所以水瓶座是这样的心态 而且再婚机会非常高 那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金星火星如果是落战 双鱼座的朋友 目前我们来宾都还没有人上榜 双鱼座朋友 再婚几率也非常高 演艺圈其实有蛮多 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有这个再婚机会 那么他们都是双鱼座的人 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对于双鱼座的朋友来讲 这个再婚是他们重新证明爱情 并且确认自己是值得被拥有的 那么感情的一些生变 或婚姻的一些不幸福 对于很多双鱼座朋友来讲 会觉得是人生当中那种挫折 好像被爱情抛弃了 那么他们会藉由再婚 来证明自己是相信爱情的 相信幸福的 并且自己值得拥有 或值得被拥有 所以双鱼座的人 他们会在婚姻遇到挫折当中 仍然相信幸福会来临 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金星火星 看看我们的孔神老师 有没有上榜 射手 巨蟹座 来巨蟹座为什么会有 再婚纪律特别高的原因 是因为巨蟹座 不管男生女生是渴望家庭 他们经过一次婚姻的一些变化以后 再次会愿意走入家庭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家庭 才是一种安全的堡垒 才可以弥补内心里面 渴望幸福 并且去把这个寂寞的感觉 把它撇开 所以有上榜朋友水瓶座 双鱼座以及巨蟹座 再婚机会非常高 那我这边必须说孔鏘老师 其实 他可以再婚五次 不是 我觉得孔鏘老师 你要珍惜每一个爱你的女人 因为你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不婚主义者 是不婚主义者 你可以拥有爱情 你可以拥有小孩 其实对于婚姻 我是觉得你会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你结了婚以后 你要应该去珍惜 愿意跟你共同守护家庭的 这个女人 因为她们的爱是非常大的 她把你从一个不婚主义者 扭成一个愿意相信 爱情跟家庭跟婚姻的人 所以呢 孔鏘老师必须珍惜你的 另外一半 说到感情 你需要问一件恶心的事了 是不是 什么叫恶心的事 你要问这种 孔鏘老师 孔鏘老师也算是 风流才子 对不对 没有 才子有没有风流 你还没风流 这叫才子有 他没有风流 孔鏘老师 你说恶心的事 对 孔鏘老师 说再婚三次 风流才子 前两次都是净身出户 不要说净身出户 这是一个好听的名词 其实是根本没钱 都被拿光吗 还是你自己真的 对方也没有 所以就是 什么叫对方也没有 可是孔鏘老师 你演艺圈 你叫很多钱 很多钱 谁很多钱 孔鏘老师 比明星传还多 对 大家有所不知 钱多的都是主持人拿走 我告诉你 我们在旁边谈情小咖咖咖 对 你认识会好 这台整支摸下去 吃下去 每个大哥都点名 没有孔鏘 他们是不主持的 是啊 对啊 那只是个光环 其实是没有什么收入 好不好 钱都被飞哥拿走了 祝大哥也有 祝大哥也拿走 对啊 瓜哥也有 瓜哥也有 是 都让你母带去 亚兰姐也有 我没有 我跟亚兰姐一起做节目 已经做了几年了 对不对 都把她拿掉了 对 我可不相信 你没有带钱 你的前妻怎么会帮你耍 就和平分手这样子 顶多是给个几百块车钱 大家呼道一声 再做这样子 哈生啊 两位前妻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女人 是我不对 我错过她们 我没福气 所以现在这个 没机会要好好珍惜 你说第三任 第三任太太 你不是说要跟 朱大哥孝琪吗 有四次吗 现在 大家想想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了 不顶重了 不好意思 现在生活中心就 很开心 像老朋友来家里聚一聚 我们吃吃喝喝 你也打打球 就去打打球 带孙子上学 可是为什么说 你是觉得这个 第三任太太 你结婚结得 有点冲动 你一直觉得说 结婚这么久 你好像都没见过她卸妆 不知道她本人到底是长得怎样 朋友 我告诉你 这个是小心机 好不好 跟老师学着点 当每次回家 一会儿门一推开 门一关一看 老婆我现在也不出去了 干嘛还化着妆 也没客人的 她的反应力是化妆 我没化妆 没化妆还美成这样 哇塞 恶不恶心 你说我刚刚是不是说恶不恶心 是不是就来了 对 蛤 要是这个东西 懂不懂 嘴巴甜跟老婆要零用钱 对嘛 哎哟 你没有化妆 而且 这个梗呢 而且还女士不爽 隔三岔五的 好不好 隔三岔五的 像我们早上起来 已经坐在那边 看花手机 看她从房里走出来 今天我们出去吗 妆化那么多干嘛呢 我没有啊 前哪去 后面不用再讲 那个现在已经变老梗了 老梗还是爱听啦 所以我家的蜜语就是 化妆干嘛 都要多少钱啦 好好不好 很快很快 那个其他都不需要 这样最快的 说真的 雅安几个书 都看我老婆 不会太差嘛 对不对 真的真的 皮肤很好 是哦 蛮漂亮的 OK啦 他一定要好好珍惜 他要把病养好 朱大哥 临终前的遗嘱 送我的礼物 他说 好像一直讲到被追债的问题 对 他说我现在赚的钱都 还给人家 该还都还了 公子你对我那样好 我没有什么资产充给你 不然我充就不送你了 还好 现在在老婆的照顾之下都好了 睡着好 减兴 可以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